伊诺守住了孟之队唯一的胜利 和其他几只队伍比起来 AG似乎是受孟之队影响最小的一只 干净利落临风了TTG 伊诺赛前申请的一场免喷拳还可以再留一留 伊诺一上来玩了个白礼手约 他的二体能居然命中率并不高 但长生的干将墨也准的可怕 经历了半个月的休赛期 虽然伊诺没有和队伍合练 但其他几人下的功夫肯定不少 逆风情况下TTG是靠着风消找机会 击杀了一次伊诺两次长生 眼看着就要翻盘了 TTG最后一波开奔浪冲锋 竟然没有人注意到桑齐草里的忠义 忠义和轩染配合直接打出了风消的复活甲 长生四剑守施击杀了忠义 风消C了一整局 但是这最后一波的掉点也是葬送好局 AG还是有惊无险的拿下了 第二局TTG换上了青青 AG依旧拿到了比较大的优势 但是在推水晶过程中 青青的关羽立大功 把孙上香推回来了 元六之子一直在持续输出 风消的公孙黎也没人能限制 TTG愣是守住了这一波 不过最后TTG还是被大帅找到了机会 他以真人闪现二技能接诈 空到了三个人 大思命和孟奇都是能抗能打 公孙黎的平A键已经快点烂了 但是输出就是不够 关羽进场推了几下也只是强弩之末 AG打出一波零换四再下一城 第三局中意选择了元流之坦 这个英雄出场率并不高 其他队伍一般都是拿法师形态的 终于这场也证明了 为什么AG总是拿坦克形态 前期的一波连控 让风消连大招都没开出来 就直接带走 TTG也打得比较上头 所有人都开始跃塔 直接被大帅明士也拿了个双杀 伤害脸都倒了 打了一波一换二 还没完 一换三 更上头的是 风消的敖眼竟然选择 大招飞天去追一个有大的芈月 没追上是肯定的 反而是让自己陷入了危险 AG五人直接包过来 又是元六支坦 把风消控得动弹不得 虽然经历了孟之队的集训 一诺也没办法把状态保持到最好 但AG每个人都能C 也给了一诺调整的空间 保持不了 那边打不了王子龙 主要回国之后 还是队友跟教力人比较给力吧 回来跟着躺就完事 终于14MVP已经成为了榜一大哥 其他几个队伍的发挥也都无可挑剔 一诺刚刚跟逊一天 有这样的发挥也还算不错 这个夏季赛 可能要成为KDA的时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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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调和短塏